你们知道得罪李牧婉的下场有多惨啊 王林不仅强势震杀了孙震伟父子 甚至还拿下了整个云天宗 书接上回 当王林结音所引发的异象震惊云天宗众人后 刘飞脸色铁青 如闪电般钻入地缝内 随即大声喝道 哪位道友竟敢借我云天宗结音 难道欺我云天宗无人吗 然而他刚一沉入地缝 便有一阵惊恐的哀嚎声从地下传来 孙震伟之父脸色一变 与林天宗的几位原音七修士 祭出法宝向前走去 孙震伟见状也跟了上去 他心中莫名迸发出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而李牧婉则是跟在后面看着孙震伟 他目中露出讥讽之意 突然间白发飘飘的王林从沟壑中冲出 他右手抓着刘斐的头颅 而后又看向李牧婉 并伸出左手轻声说道 来这里 李牧婉奄然一笑便走了过去 林天宗的所有原音修士 自然是无一人敢阻拦 只有孙震伟之父例外 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毕竟李牧婉可是他的未来儿媳 此刻在那人的一言之下屈服了 让他感到非常丢脸 李牧婉走在众多原音修士中间 以往这些人看到他时虽会笑脸相迎 但言谈之中都夹杂着强硬之色 如今这些强者看向他的目光却都变得不同了 竟然表现得有些畏惧 李牧婉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林 轻易生情流匪 绝非常人能够做到的 而后王林看向孙震伟 呵斥到一生死 一股强大的寂静神石笼罩整个广场 所有原音修士无步倒吸一口凉气 身体微微颤抖起来 而孙震伟在这股神石的冲击下 他双眼涣散 瘫倒在地 失去了生机 其父望着孙震伟的尸体嘶声大笑 并取出七把紫色飞剑 射杀向了王林 然而王林面对那七把飞剑不为所动 寂静神石再次一动 孙震伟之父大口咳血 原音直接从天灵盖冲出 想要逃离此地 拿出一枚古铜色镜子困住原音 在将原音抹除神石后 王林随手扔给李穆碗 并淡然地说道 拿去炼丹 李穆碗接过原音 点头娇声回应道 这应该可以炼制一枚高品质的灵丹 至于周围的云天宗原音修士 都被吓到了不敢吭声 他们看向王林的目光充满了忌惮之色 而其他宗派的原音修士 更是纷纷后退几步 与王林保持距离 他们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能掺和进去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在灰一老者被杀的瞬间 王林一把搂住灵雾碗 冲向了距离最近的云天宗长老 那位长老还没反应过来 体内的原因就被王林生生挖了出来 紧接着王林快速冲向了下一位长老 也就在这时 云天宗身处 有五道身影如同流星般急驰而来 其中一人大声呵斥道 何人敢在云天宗撒野 赶紧给我助手 然而王林的速度快到逆天 他搂着灵雾碗 急尽神石急速闪动 当着云天宗五位老祖的面连斩三位长老 并取其原因扔给李牧婉用来炼丹 如此一来 云天宗的九个原因修士 立刻便身亡五人 此刻空中的五位老祖全都阴沉着脸 目光中透露着浓浓的杀意 其中一位名为陈百良的老祖袍袖一展 密密麻麻的飞虫从袍袖中飞出 向着王林扑杀过去 这些虫子不但全身充满剧毒 其外壳也是极为坚韧 普通法宝无法伤其分毫 他们锁定的猎物一旦被围杀 瞬息之间就可以将猎物啃食得干干净净 当成片的黑虫扑杀过来的那一刻 王林寄出近方化为一杆大旗包裹住了灵物纹 而后他又将极尽神石化作一道红色闪电 射杀向了陈百良的眉心 陈百良也不愧是原英后期的强者 他能感受到那道神石中蕴含的毁灭之力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并呵斥到一声血盾 这才得以挡住王林的攻势 陈百良顿时冒出冷汗 其余几位老祖也纷纷露出凝重之色 紧接着陈百良又说道 阁下到底有何目的 该不会为了区区一个炼丹师 要和我云天宗大动干戈吧 王林淡然地回应道 我要整个云天宗 陈百良文言大笑了起来 并嘲讽道 阁下未免太过狂妄 我们五人若是联手 即便是不顶你那诡异的闪电 但也能让你深受重伤 话音刚落 王林手中出现了一道红色细丝 让整片天空都变成了血红色 对面一位老者颤声说道 这竟然是一丝天结之力 王林目光淡然地回应道 以在下的修为 或许不能彻底击杀你们五人 但若是祭出这一丝天结 那么结果恐怕就不一样了 五人立刻沉默 他们不怀疑此物虚假 其中一人说道 此事我等要商议一下 阁下稍等 王林冷声回应道 可以 不过我要先灭了刚才出手之人 随后那道极尽神石瞬间 落在了陈百良身上 将其抹杀 王林又望向其余四位老祖说道 交出魂血 五百年后 自当归还 几位老祖在一阵叹息后 纷纷放弃了反抗 将眉心中的金色血液 交到了王林手中 紧接着王林又对着其他长老说道 结单七以上的修为 全部交出魂血 不能落下一个 几位长老连忙恭敬地点头称是 并交出了自己的魂血 最终王林搂着李木碗腾空而起 瞬息之间就来到了李木碗的住所 刚一落地 王林便大口咳血 身子不由自主地颤动了几下 他深吸了一口气后 又说道 我要闭关几日 晚而为我护法 事实上 王林并不算是成功结音 否则以他的性格 必会将全部阻拦者斩杀 万万不会如此麻烦地 收取他们魂血